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没有女人的国家 无论时隔多久再一次观看这部电影 内心都是悲壮愤满的 胡适曾说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 只需考察三件事 第一看他们怎样带孩子 第二看他们怎样带女人 珍惜每一个啼哭的婴儿 表达出这个国家对未来的决心 尊重每一位女性 说明这个国家充满自信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国家 而没有女人的国家 这一部影片展现出的面貌 与一个健康向上的国度完全相反 故事描述了印度社会重男轻女 女性地位低无止境的现状 新生的女婴可以被无辜溺亡 堪堪成人的花季少女要嫁给五个丈夫 影片中一位位如同行尸走肉般女人的存在 都无法让人承认 这是一个在过去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 女主人公卡尔基就是那个年代背景下 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女人的缩影 影片的开端不断描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炼狱 一位父亲口中不断地念着明年生一个儿子 然后面无表情地把新生的女儿溺死 一个男人假扮成女人 随意的一个动作就引起台下男人的阵阵欢呼 村落里所有的男人围着一个小电视 无关年龄 看着模糊到不行的成人片 然后把自己寄托在上面 这一幕幕的场景令人忍不住胃部一阵阵的收缩 到了影片的中间段 卡尔基出现了 这一位唱着歌谣出没在山林里 偶尔回眸一笑就打动人心的精灵 你的女儿是一个宝物 价钱随便你来开 凭着这一句话和五十万卢布五头母牛 卡尔基结束了欢快的少女时代 开始了悲剧的后半生 一女五夫暂且不提 令人作偶的还有五兄弟的父亲拉姆查兰 也来横插一脚 一周的夜晚 竟有两天归了年老的她 没有人在乎卡尔基的感受 只是把她当作宣泄自身受欲的工具 就仿佛她从来不是作为人而活着一样 白日里的艰苦劳作 加上如同黑暗深渊的晚上 使得纯彻灵动的卡尔基 一步一步变得憔悴绝望 失去微笑 给我 还是我来念 在这个家里 善良会给卡尔基念书的老五苏拉杰 成了卡尔基心中最后的一束阳光 本以为这会是卡尔基悲剧的生命中 仅存的小幸福 在满是污垢肮脏的世界里 保留下最后的一寸净土 可当命运开始玩弄你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知道 等待着你的未知的明天 会是个什么样子 是的 苏拉杰死了 死于被欲望操纵后 化身魔鬼的亲人之手 身处炼狱 无信神佛 情绪瀕临崩溃的卡尔基 选择了自救 她想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不足够富有 但充满温暖的家 毫无疑问这一场自救已失败告终 甚至于帮助她离开的好心的长弓 拉谷也被乱刀砍死 卡尔基的存在与拉谷的死 也都被当作了一个借口 从而挑动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原来把柔弱的女子当成斗争的源头 从来都不是旧时代的专属 实质当下依旧还可笑地存在着 在影片的结尾 由于暴动的冲击 拉姆查兰和他的儿子们 全部都丧命于贫农们的手中 而在同一天命运的洪流滚滚而来 卡尔基在冰凉的拉姆查兰的尸体旁 淡下了一个女婴 响亮的阴体似乎划破了世界的黑暗 拥有了几分明亮的感觉 身心俱疲的卡尔基看着稚嫩的女婴 含着几分笑意眼神 取代了往昔心灰意冷的木然 嘴角也有了些许弧度 或许这个孩子不被他人希望 却是他心中唯一的救赎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要先请不吝点不见 我出发不见了 小专门 我感谢你